我是覺得為什麼柯文哲 他現在一直在否認這件事情 姑且不論他有或沒有 他為什麼一直在否認 就算有也不能讓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之前把自己的道德感 弄得很高 他說他為什麼不能夠去支持游錫坤 是因為民進黨一直罵他們 包括林俊憲 許智傑 包括還有一個柯建民 柯建民一直罵他 所以民進黨這種我不能支持 你對我們那麼惡意 結果你說我不能支持民進黨 結果你叫民進黨來支持你 這個說得過去嗎 所以柯文哲假設 真的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就是一個表裡不一的人 表面上講得好像 我是很有主題性的 不能跟你合作 私一下你要人家支持你 這個就是非常表裡不一 所以他再怎麼樣 一定要否認到底 但是說再怎麼否認 至少我覺得他沒有否認 是說他們確實是有聯繫 那你如果有聯繫 你今天你有聯繫代表什麼 代表說你有想 如果說真的有如你們的聲明 當初黃國昌念那個聲明一樣 你對於民進黨 是多麼的嗤之以鼻的話 那基本上我覺得連聯繫都不會聯繫 就是說人家在跟你講這個建議的時候 你就會說不可能 我們現在跟民進黨已經是水火不龍 已經是事不兩立了 我怎麼可能會做這個事 可是他還是有做 代表說他多多少少還是想要試試看 現在大家只是在爭執 只是主動被動 那我請教你 你對民眾黨的信任感 我覺得這個事情當然就是會影響到社會大眾對他的信任感 我不要社會大眾 我要你的 那當然就是會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當然會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可是他們也從你們那邊騙趙偉 但趙偉這部分 所以我個人覺得我覺得就是不要讓招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我們總召 我們內部沒有討論過 但是總召可能的想法是 既然反正我們已經當院長了 那未來一起制衡民進黨 跟民眾黨合作還是會比較有利 他可能是想要用這種方式去釋放出一兩個總召 去去探探看合作的可能性 可是問題是第一 我覺得民眾黨他並沒有在國會議長 這一局有支持我們 我覺得沒有 他們是純粹是就他們內部的考量 這樣還沒有 每個人都放水了還沒有 你們真的是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那是你覺得那是放水 每個人放水了才有總召 那是你不能誅心論 他們確實是沒有來投票 可是他們投票的原因是放水嗎 是支持韓國瑜嗎 還是他們是根據他們自己的考量 因為就我了解 他們其實是完全是站在他們的角度 他們認為說他只要支持藍或支持綠 就變成小藍小綠 所以他不願意 第二個他們還做過內部內參民調 他們去調查說 社會大眾對於他們支持誰 是怎麼看 他們其實是根據他們自己的立場 我連他們有做內參民調你都曉得 對 因為我聽他們其中有一個立委講過 所以他們是完全站在他們的考量 結果因為我們的席次就是比民進黨多嘛 所以當他們不表態的時候 就是我們得利 可是這不代表說他們是支持我們 這是兩個 我邏輯上就兩位 如果說要把它混為一談 就是邏輯真的有問題的人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他 既然他並不是說真心的支持我們 而且他前一天還去跟民進黨叩叩叩叮 那他畢竟沒有對我們似乎善意 我們也沒有必要去給他們召委 然後第二個是說 所以你們可以藉口說這件事情 柯文哲主動打電話 所以那個召委那件事情 就當沒有發生過 因為召委 我們沒有承諾過 反正是院長已經當選了嘛 對啊 大家都來這一招 貨合猜巧的 我是滿樂見詐騙集團黑吃黑的 如果事先 兩黨有談過 就兩黨有談過 然後覺得說 那你支持我們院長 然後我們支持你召委 我覺得這個如果沒有做到 就跟我猜巧 可是確實是沒有 我昨天在議場我的感覺 三個黨就是敬畏分明 結果國民黨就是跟國民黨在一起 民眾黨就是來去衝衝 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那民進黨也是很混 一下就不見了 什麼叫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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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們在議場 我們也都在議場裡面 對你有啦 我有看到你了 其他人不知道去哪 我們都在議場裡面 他們開出來就51票 所以開51票 我們就開出來就在那邊 所以是滿敬畏分明的 是滿敬畏分明 所以未來我覺得 大家還是會合眾聯合 然後會角力 不會因為說什麼什麼 小藍小綠什麼 我覺得沒有 所以招委我認為可以 留給自己人 要讓不如讓給高金素媒 我覺得原資 兩個會期以後 可以當國民黨的總統 對啊 我覺得他想事情 想得很清楚 他跟民眾黨之間 比較能夠協調 真的比較能夠協調 連民眾黨內心系 原資都講得零零盡致 我真的很佩服 不過今天 如果今天不是民進黨 講出說 柯文哲有打電話給某個人 來講說 是不是要投給黃珊珊 今天如果是 國民黨的總召傅 傅昆琦說 要不要我公佈一通電話 讓你知道柯文哲 並沒有支持國民黨 那不就變成侯友宜 講簡訊的第二輪嗎 對不對 那就好像是說 原來你對國民黨 根本就不夠意思 你還跟民進黨 在那邊私通還取 所以這兩席招偉 免了 如果今天是 國民黨的人講出來 可以這樣講 今天是民進黨 民進黨講出來 對民進黨有什麼好處 對 除非有一點 就是民進黨 要幫國民黨解套 讓國民黨 不要把兩席招偉 讓給民眾黨 這可能嗎 這可能嗎 這完全亂了套了 所以就表示 其實原資的善良 剛好配上柯文哲的邪惡 對 不過原資是 真善良還是偽善 我不知道 目前看來都很善良 對 都很好 可是柯文哲真的是邪惡 柯文哲有沒有跟民進黨 去打這個電話 按照正常講 要不然 這個醫師就說 我可以給你通電記錄 或是我可以出來作證 人證都願意出來了 柯文哲說 好啊 來告 是你要告人家 是你要告民進黨 現在你說民進黨來告 民進黨要告你什麼 你打通電話來 幫黃山南拉票 有犯法嗎 還是有違反誠信員 而且吳征寫得很清楚 他講說 1月31號的7點多 就剛剛黃哥講的 時間點要切開來 你不要被他拿出其他的簡訊 去糊弄了 就表示有這回事 有這回事 民眾黨 你身為黨主席 去跟民進黨的委員拉票 這很正常吧 這應該沒有不正常吧 國民黨也曾經跟民進黨拉票 支持某個人選院長過 都有 為什麼 為什麼要告人 那民進黨要去告你什麼 你說好 要告來啊 民進黨告你什麼 民進黨從頭到尾沒人說要告他 臉拉不下來 就是主動被動 如果是主動打的話 那現在柯文哲就丟臉 那如果說有個人 叫他打給民進黨 他不得已只要打的話 那責任不在他 那是那個人 沒有 這個誰撥給誰 我想這應該不是高竿的科技問題 通年紀錄一盞 不是問題吧 假打給你 柯打給給人家 還是人家打給柯 我覺得這不是什麼高級的一個 一個科技問題 把手機拿出來一看就知道 是你播出還是播入 柯文哲有魔術電話 這個他的童年紀錄 可能也是人家看不懂的 但事實上 今天的指標 就是到底告或不告 因為你告或不告 是很明確的選擇 你今天如果你告的話 那或許你是對自己的證據 等等有信心 你選擇不告的話 就代表你對於你的市政 是沒有信心的 或是你排完桌子 冷靜下來 有人問你說告不成 賣了 你不用再去告了 所以我就說 柯文哲常常就是這樣 說要做一件事情 後來一氣之下說完之後 結果後來發現 其實虎頭蛇尾做不下去 柯文哲很快就會講 他說我想想你就算了 這算什麼 但業已經翻過去了 那兩屁每次的事情也沒有 今天記者會就不是陳志涵 陳志涵跟周宇修出來 對啊 怎麼不是柯文哲本人 陳志涵怎麼電高自己 不過陳志涵更冤枉了 電話又不是你打的 對啊 你出來講什麼 對不對 除非他把柯文哲手機拿出來說 聰明記錄在這邊 柯文哲手機的解鎖密碼 只有陳佩奇知道 別人不會知道 拿到手機也沒有用 所以我才說柯文哲 這一次失去的是什麼 讓大家看清了信用的問題 你看在選前 柯文哲有沒有講過 兩億美金叫他當副手 這件事情國民黨沒告他 柯文哲可以說 兩億美金我要告國民黨 國民黨說我還沒有告 你要告我 所以我才說 這是很大的邏輯問題 對於柯文哲來講 不要說邏輯 對於柯文哲來講 不要談信用 對於柯文哲來講 講合作 受傷的是你自己 所以我說為什麼國民黨在這一場院長 這幾乎是跟民眾黨合作 因為我們所講的小黨的氣魄是在哪裡 小黨的氣魄是 我第三輪 就算第二輪 第一輪沒辦法 三個人都不過半 第二輪進去投票 你民眾黨還是要進去 你要選藍選綠 你做個了結 我覺得這叫做對民主的負責 如果你今天覺得 我不願意當小藍 不願當小綠 那就分配好 四比四 跟沒頭一樣 對那其實四比四 還是過關 至少你要表示一個態度 你是未戰 你想想看 這八席中午人家去二輪投票 你去吃午飯 你是嚴重的胃病 不吃飯胃會痛 還是胃脹氣嗎 有這麼嚴重嗎 你的態度 你未戰 你面臨到這種狀況的未戰 未來如果面臨到國家重大政策 例如說軍購 要不要繼續國見國照 這個預算要不要過 你又去吃飯嗎 你這八席又交白卷嗎 跟柯潔明講的一樣 那叫廢票 以後你國會 是不是直接掃掉八席就好 所以我才說 浪費了這八席立法委員 你投廢票或不表態 就表示你沒有道德勇氣 你沒有面對對於政策負責的勇氣 一個沒有勇氣的政黨 說句實話 那個小草 真的說句實話 變成含羞草是侮辱他 這些小草真的是變為枯萎的草 偷了你都哭了 叫枯草